第一个问题当时 你们自己民进党 现在看起来定义一尊 你们的时辰会是什么时候 很多支持者其实也希望 第二件事情 这是上报的独家 朱立伦 侯友宜 郭台铭是零交集 我们一直以为他们互动 在私底下都认识 侯友宜对不对 新北市副市长市长当了12年 郭台铭土城就在红海 应该都认识 朱立伦更不用说 就这样是个百高姿态 国民党2024总统大选之位 在线讲举 农历年前到年后都没有互动 请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先谈谈民进党再谈谈国民党 好 我们先谈一下 民进党的状况了 当然现在就是说 党主席就是我们赖清德副总统 然后现在我们的行政团队 昨天陈建仁院长 也带着郑文燦副院长 来到立法院 所以现在是一个 我讲的是一个黄金铁三角 是已经成型的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第一个首推的 当然是希望能够 先让政局稳定下来 因为其实现在内阁 虽然说你看首长换完了 可是包括政次啊底下的 其实还有很多的人 陆续都还在谈 大概这一个礼拜会全部底定 先把政局稳定 因为立法院我们昨天报到了 然后今天也会开始 就是说筹备 因为现在院长在 立法院的院长 有院长在美国访问 那么他大概就是 这个礼拜会回来之后 下个礼拜那么也开始会筹备 那可能二月中左右 立法院会开议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先带到这边 就是说行政立法 因为毕竟现在民进党 中央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中央的部分 稳固之后 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力气 去想说 下一步是什么状态 包括其实现在大家也在看说 你陈建仁 站在那儿 你坐在那儿 然后呢 包括你跟蔡英文总统 行政立法脚步不能乱 对 而且 才能够 对 所以 以民进党的旗程来讲 我相信支持者也是觉得 包括我也认为说 赶快定于一尊 那是最好的 因为很多的这个配套的动作 包括 接下来的总统 想要做什么 该怎么做 对 但是以民进党一直以来 我们的这个内归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三四月 会开始进行立委的 这些党内初选的配置 那么总统的部分 其实如果就我们来看 2019年的时候的状况的话 也差不多 其实就是四五月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 这个明显的态势出来 蛮早 没有预期中 因为其实选举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这样 你如果要回去 现在去回推 剩下选举没多少时间 因为明年的二月一号 像今年我立委 其实是满三年 我是最后一年了 明年的这个时候 那么是立法委员 已经是新一届上任了 言下之意 在一月的时候 一定就要把票投完 如果这样来看 选举真的倒数不到一年 都是一月十几号投票 是 都大概是一月多投票 所以也就是说 明年这个时候 这个整个都已经 整个又是一个新的政局 所以对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 国民党 你今天看到国民党 刚刚大家讲这么多 包括他们在去年的选举之后 感觉上是情势一片大好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 朱立伦跟侯友宜 以及郭台铭 这几个人的一个转捩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当你侯友宜 不再是那个 唯一定于一尊的时候 大家人们都觉得 我有机会啊 以现在的名气可用的状态以下 包括现在很多的民调做出来 其实我们民党 自己要提高警觉的是 我们的政党支持度 包括我们行政团队的支持度 是在选完之后有一种突然间一个急剧往下掉 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是什么 他其实是激励了国民党有志之势 你说刺激了国民党分裂 鼓励了国民党分裂 应该是说大家都觉得我有机会啊 那为什么一定是你侯友宜 侯友宜反正你就好好的在治理一下新北市吗 你也拿到这么高的票了 你难道要学这个之前的韩国瑜被落跑吗 让我们双输吗 其实他们自己内部如果就我所了解 这个内心这整个一个新年 就像你讲的猪猴锅 各摆高姿态 各摆高姿态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觉得说 那我就是新北选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得票数底下 我定于一尊 我的得票数最高 当然就是我继续带领国民党往前走 但是对朱立伦来讲 就是我是带领地方胜选 的这样的一个党主席 而且现在 鬼无戏规则在我的手上 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一招很好嘛 就是你要不要参选嘛 你要参选你来民调嘛 你来做一个表态嘛 你总要告诉我嘛 那不然的话你呵呵做事 好好老的新北选啊 那民调我多问一提钱会增加 我怎么知道 所以我党主席 你是不是要来跟我见个面 来跟我谈 怎么回事我跟你谈呢 以我们现在国民党的气势 好那郭台铭就更不要说了 他在这一路以来 他所凝聚的 包括从之前买疫苗等等 他的这个社会威望 他也觉得说 现在我也不在你党内啊 你要请我回国民党 那是你朱立伦要来找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会让国民党的问题 就会变成是 我有一个民调卡在那里 我就可以开始继续乱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机会 那我也觉得 因为这样的情况 刚好民党赶快把行政 先整个团队固定 稳定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 在我们自己的旗程上面 把我们的总统跟立委 做一个最好的铺陈 是非常谢谢褚英姐的分析 确实是 其实站在我们角度来看 你看非常多人说嘛 侯友宜绝对不会主动表态 说自己要选总统 也不会去登记参加初选 而是会持续以高民调支持方式 等待适当的时机出现 所以一样嘛 年前的把戏年后继续做嘛 所以我们就期待这个 卓冠廷在新北市 给侯友宜更多的监督 事实抗议 侯友宜留守新北市市长 只会一直 呵呵做事 就让你呵呵做事 刚刚冠廷讲出一个 这个大白话 就说韩国瑜可能会加入 郭跟猪的阵营 那到底会不会加入 我不知道 我们昨天也讨论过 到底深蓝怎么看侯友宜的 可是我们来讨论 黄伟翰这个建议 黄伟翰建议说 对国民党跟侯友宜来说 最有利的模式就是 做完民调直接征召 不用登记 也不需要徐文表态 直接做民调 可是会有个问题 侯友宜有没有表态 跟民调是有关系的 就是我直接做民调 侯友宜OK啊 可是当侯友宜表态说 我要参加民调 我不用说参加初选 光是表态说我要参加民调 这件事 他的民调就会受到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你怎么看黄伟翰这样的提案 你觉得有可能吗 那国民党未来在2024年 这个局最好的解方 是什么东西 国民党的解方 就第一个 侯友宜绝对是国民党 在2024总统要提名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难题 因为他是新北市长 他有得了一百多万票 然后大家觉得 如果把他排除在外 是不是有一点是党侯 或是卡侯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你讲最大 也可以是说最小 一面之间 对 其实侯友宜最大的问题 在他自己 你到底自己要不要 你要我才会放弃民调啊 如果你根本表态说 我完全听朱主席的 朱主席说那你就是不要了嘛 那你就不用放进来了 所以侯友宜未来 他表态与不表态 赵超康讲到了关键的问题 要就说要 不要就说不要 就好好做事情 你让我补充一下 这个民调 我跟你讲 就算我踩这个模式 我朱立伦要做什么事 我一人发一张 同意纳入民调签署书 你要同意嘛 不然我干嘛 你根本没愿 那我干嘛纳入 那我纳入李正浩就好 没错 你要先有个 同意纳入民调签署书 那侯友宜要签名 签名我才帮你纳入 你光是这个侯友宜就挂了 我们在党部做过民调 你要把某人纳入民调 来做调查 你找一些确定 有参选医院 他要同意 我要参选才纳入 我根本没有要参选 这个民调会失真 那我纳入连战啊 那我全部都纳入 我连习近平都纳入 那不是乱了吗 所以没有办法 所以隆一汉讲这个方法 是不同 是这个没有办法解套的 现在国民党解套方式 其实非常单纯 就是战斗兰的 这个核心价值的人 赵超康 他讲得非常明白 就是赶快让郭台铭回国民党 因为现在朱立伦 已经讲出很多端宁 他希望聚集所有非绿战力 能获得2024的选举的胜利 谁能够聚集非绿的力量 侯友宜可以吗 侯友宜蓝都没有办法整合了 还非绿呢 侯友宜里面深蓝浅蓝 对他都有意见 他只不都整合不了了 因为赵超康你想想看 赵超康第一次离开国民党 是为了谁 李登辉 是 他怕不怕侯友宜变成 第二个李登辉 怕死啦 我告诉你 绝对不会让第二个李登辉 产生在国民党 否则赵超康又要第二次 再离开国民党 所以他不会让侯友宜出现 所以他就讲 他抓到了他的弱点嘛 要就要 不要就不要 那侯友宜永远不会说 所以说侯友宜这个个性 会害到他到五月份 会进退两难 当国民党的立委 全部摆到定位了 都已经初选完了 要处理总统大选的时候 这时候侯友宜的价值 会一直往下掉 因为他不表态 不表态无法民调 没有民调就没有民调 高低的问题 所以朱里伦会用 这种方式来解套 最后我预判极有可能的 就是郭台铭 会代表国民党出来选 是冠点补充 我快速补充一下 侯友宜现在会陷入 这个巨大的窘境 完全是让他自己 事过境迁 我现在来看 如果侯友宜 2022的连任新北市长 他不要选 现阶段新北市长 不是他 他完全可以 职工总统 你说会变成林家隆 没有啦 不管是林家隆 选一样嘛 他可以职工总统啊 可是台湾人厌恶 跟为什么他民调 会在短短一个月之间 掉这么多 因为讨厌这种 脚踏两条船 你同时当新北市长 你要去选总统 做完所有的准备 可是又不敢讲 你讲了 怕你民调开始又掉了 所以才会陷入这个窘境嘛 最后一个重点就是 因为他已经不是 国民党的唯一 如果你本来是 我是唯一一个 可以打败赖金德的人 黄袍加深 等着来被动征扫我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机会了 连郭台铭 只要加入国民党 他的民调就不会输黄友宜 黄友宜凭什么告诉大家 只有我能选 你们来征召我